駕駛准备左转后方灰色轿车高速冲了出来 猛烈撞上分隔岛整辆车弹飞 再冲上执行车辆压翻驾驶座 弹了一圈重压第二辆车 四轮朝天反复横躺路中 另个角度曝光执行车好端端往前开 车辆如同导弹从对向车道冲出空中旋转 压上前车喷向外线车道 离谱反复就发生在桃园归山 第一辆遭撞车辆驾驶伤重不治 其余五人轻伤送医驾驶疑似闪车辆货 详细原因还要厘清 镜头转到伊兰 男子在大幅路三段上违规横跃马路 连两小户车闪避不及 迎面将人撞飞 送医后人宣告不治 肇事驾驶被遗过失 致死罪嫌送半遭判刑六个月 花莲则有辆救护车 再送患者赶往慈激医院 即日骑士冲出路口完全没减速 一头撞上车身重心不稳往地上翻倒 骑士手臂擦伤另一辆救护车 连忙赶底将人送医 和基隆这辆红色轿车 凌晨两点多行驶在马路上 开到一半突然自撞人行道 驾驶不但没停 还继续猛踩油门 导致车轮烧胎当场起火燃烧 交换货报立刻赶到现场扑灭火势 驾驶酒测直为零 但警方搜索车内物品 惊觉事情不单纯 驾驶疑四C时俗称丧失烟淡的依托迷纸 开车自撞路边十吨 又是独驾惹祸 新竹这名驾驶看到绿灯起步 又让机车突然向左轨切 阿姨当场被撞倒 连人带车往地上摔 上路不管开车骑车 时刻注意车况 以免害人害急 接着叶维林分雅桥综合报道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博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